大家好,我是小滴琴,歡迎收看 給一個淘寶開箱 淘寶開箱最重要是甚麼? 剪刀、剪刀和恐怖有力的箱味 最重要是甚麼? 啾啾啊 啾啾,你講啾啾 啾啾 啾啾 事非如此開箱的箱,好嗎? 很大的,準備好了嗎? 啾啾 真的好大 這集是講收音的用品 每天都不見了 有個朋友,他平時跟我們打機 他的聲音非常漂亮 因為平時我在拍攝的麥克風 我又買了兩隻電容麥克風 應該收音會好很多 啾啾 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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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由小開到大,好嗎? 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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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眼鏡了 除了收音的物體 我今集是買多了兩樣其他東西 第一樣就是這個東西 對,這個就是一個隱形攝影眼鏡 真的看不到,很厲害 這個眼鏡可以錄到影像 但我不知道在哪個位置錄 這邊有鏡頭,但非常難看到 我們用來拍新一輯的 你做甚麼? 它是來拍新一輯的 神奇攝影班 甚麼情況下用到這個東西要拍神奇攝影班 大家記住,神奇攝影班 這是甚麼來的? 為甚麼這麼重呢? 沒錯,這個就是我第二件東西 你為甚麼拿刀? 如果大家有玩這個音響的話 就知道了,這個是喇叭都會放到的釘 這個叫腳釘 幫你吸震,喇叭的震動 產生其他聲音 在香港買這些釘,好像一個都一塊 淘寶真的很划算 16.5元有一塊,有一套 下一件東西,就真正地入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哎呀,借我 Hello, nice 比我想像之中,它是小塊 為甚麼這麼多? 我買的時候,我以為它是這麼大塊 想不到出來是這麼小的 這是甚麼來的呢? 你平時有一個麥克風在前面的時候 會收到其他那些噪音、雜音 或者你的聲音會反彈 這個呢,我來幫你 不要令… 甚麼? 就令到你的聲音不會反彈 防我們做事的時候 錄V.O的時候 就會來到我們這裡錄 我們這麼空曠的環境 其實不是一個很專業的工作 但是我們也想 令到它的聲音的質素好一點 所以我們買了這個死人的食物 令到它的質素更好一點 我怕怕怕怕怕 怕甚麼? 沒有糖了,還要吃 一會兒才能完蛋吃 它還有這個小腳架 挺有趣的 為甚麼?沒有糖吃就落地了嗎? 你這個人這麼差 沒有糖吃就走 我的黑幫大哥已經不玩了 原來人真的很煩 好,然後呢 有麥克風,當然是會有線 我去了淘寶選擇了一點漂亮的線 因為本身送回來的線是差的 有80%是處決你的喇叭 漂亮嗎? 你的麥克風漂亮嗎? 而令到聲音漂亮嗎? 20%是從哪裏來呢? 就是在線的那裏來的 以前我都很有心思 去試一下自己的汗線 波子,買頭之類的 因為我現在,你要試這些線材 會浪費很多很多很多時間 現在的公司是很好的 直接就做給你們 DIY的形式 這條就是我一會兒的收音咪的線 有四腳線 這個是因為他真的有四條線 就叫做四腳 嘩,頭也很好 感覺上是否好像很Pro 那我之前會自己看電腦K-CRACK的 試試換電腦 其實真的有分別 可能音聲會出一點 低音會比較厲害 如果有時間或者有心機都可以試 這條就是一條USB線 你看看導金 導金是甚麼呢 就是會令到聲音會沉述 低音會比較重 我這個相機就是外置了一件東西出來 可以用來收音 駁喇叭 但它怎麼連在一個電腦上呢 就是需要一條USB線 這條USB線我之前都不相信 用它原裝的話那些聲音就是這樣 有一次就真的自己去看電腦 那些聲音是完全漂亮的 那我不再看就很麻煩 USB線裡面好像要看五組線 這條都不是很貴 八多元已經有兩米長了 這條就是6.35對6.35的線 這個是給我擴音器落到我的機器 但是這個擴音器是給收音咪 那這條線都是八多元的 好像 但如果自己看應該不止八多元的賣分 我覺得很划算 還有一條 嘩這條線超漂亮的 大家覺得不覺得很漂亮啊 這條線是給我有一部機器 要下XLR的頭 再下6.35頭的薄線來的 那這條線是非常粗的 原裝那條線已經被我弄得 就動一動都很粗的 那這條線都是好像百多二百元的 我試完要貼上是漂亮還是不漂亮 就是沒有分別 我浪費了錢不知道做什麼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很厲害的 這個是剛才我所說的麥克風的擴音器 因為本身我們的電容麥克風是要48W的 平時我拍片的麥克風最多是5W的 供電差不多10倍的電量 所以普通的相機和電腦都不可以供48W的電出來 就是這個供電器和一個擴音器 這個是兩路的 我可以插兩個收音麥克風進去 然後它會出一個信號出來 進入我的電腦 那如果沒有了它 我的48W的麥克風是沒有用的 就是這樣 但我不知道它的質素如何 但它的樣子是蠻帥的 這個好像是一百二十五元的 就是這樣 這個這麼漂亮的 原來我買了這個我自己也不知道 這個拍板 這個拍板很漂亮 它包得很漂亮 我們有時要拍東西 我們要對聲拍板 要寫東西的時候 我們絕對需要這塊 那塊已經用了4、5年了 被我們打爆了 我們原本那個是這個 但已經一分為二了 我試過貼過的 但因為木被我們打爆了 已經抹開了它在說話 你看看 這個搏褲太多話說了 所以我們決定不要它了 那我們要一個新的搏褲回來 但這次又不錯 它送筆給我 還有這個粉插給我 可以拆的 好像三十多元而已 但我打算買一些貴一點 很少有電子那些 就太貴了 好像三四千元一塊 一上上十倍 大陸 這個價錢很難撐的 所以我還是買這個便宜地算了 自己寫吧 到最後一樣 這個是最矜貴的東西 你看看它 包得多兇狠 黑曬就很貴的嗎 可能是 招招不在 那我們就可以 兇狠一點 一模一樣的麥克風來的 那我只是開一個給大家看看 這個應該是選它 因為它是養皮的 它有一條這樣的死人線 我覺得也是一般的 對比你會選哪一條呢 我當然選這條了 是不是 不用說了 真的沒得看實物 全是不同的 說明書 幾包這些不能吃的東西 一個防噴麥 麥克風 哇這個很大 哇厲害 拆了給大家看看 裡面就是這樣的了 這樣買成這麼貴的一條你 就是這樣的了 這個麥克風 我也有跟大家說 48W和5W的分別 這個麥克風 按個按鈕可以變48W 按個按鈕 它只需要5V 它要拆到這樣 去按個按鈕 為什麼它在外面 不能設定可以按到這個按鈕 喂 大佬給了一點錢 我可不可以多一點東西看看 好像有點熱鬧 它前面有一塊這個防噴氣 它這塊可以幫你防一防它 還有防你的口水 這塊應該有一輩子 最重要是一塊幫我看到這個好色好帥 我被它騙了 這塊是有些特別之處的 千萬不要跟別人說 這個型號公價是980元的 印仔 然後我看到最便宜的地方 是做600元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我找到一間 它是450元有一個 就是這麼多間 是四五六十間 店舖有買這件產品 只有一間可以買到這麼便宜 它會不會是假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出來的東西是相似的 大家要價價 那我試一試告訴大家 這個東西是值不值這個價錢 這樣 這個麥克風就不可以放在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中間的紅色位置 它是有避震的功能 那怎麼可以放在桌面上 它一定會有一個 那我就以這個超低的價錢買 這個價錢 是加50元而已 我是價格價了很久 我玩淘寶越久的時候 我就越怕買淘寶 我每一次買淘寶 我都價格差不多一天或兩天 所以我覺得很浪費 這個價錢是廢的 原來很窄 難怪是這麼便宜 試試上這個麥克風 它要轉位才能上 這個東西不同 就是這樣 這東西就收到音了 WOW! Nice! 多英俊 都算不錯 好,就是這樣 大家之後看到我直播 或者直播打機的時候 就會看到有這支麥克風在旁邊 今天的淘寶就就到這裡為止了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和IG和Instagram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再說一說吧 拜拜 這支麥克風 蓋雨 都算大善 很動 Ep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